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62年,帖木珍出生在蒙古草原 來倫布貴族撥兒紙巾市家 帖木珍的父親也速該 因為作戰英勇被推舉為尼倫珠布的領袖 後來在部落的仇殺中喪命 撥兒紙巾家族敗落 帖木珍一家陷入困境 青少年時的帖木珍 武藝超群才智過人 遠近聞名 為了重振家業 帖木珍去了找父親的安答 克烈部首領王罕 在王罕的庇護下 帖木珍開始積聚力量 勢力迅速壯大 一一九六年 鐵木珍聯合皇巷 配合金國軍隊 在華里澤河為 簽了反叛的金國塔塔儀布 殺死了他們的首領 報了副祖之仇 戰後 金國封皇巷為王 任命鐵木珍為招土使 鐵木珍明星大鎮 之後 他又戰勝了滅兒克等部 攻取呼倫貝爾草原 一二零二年 鐵木珍徹底殲滅塔塔儀布 佔領了西起滑蘭河 東道興安嶺的廣大地區 一二零三年 王罕和鐵木珍反目 大戰於俠蘭珍沙塔 鐵木珍大敗 之後鐵木珍重整旗鼓 發動突然襲擊 大敗蒙古族最強的克烈部 王罕父子逃亡之後被殺 一二零四年 鐵木珍征服蒙古草原上 唯一可以和自己對抗的 乃曼布的首領 太陽罕 一二零六年 統一了西起亞爾泰山 東道興安嶺的整個蒙古草原 各部貴族 在華南河源頭舉行聖大集會 鐵木珍被專稱為 成吉思汗 國號大蒙古 建立了強大的蒙古帝國 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 是蒙古國的最高統治集團 擁有全部的土地和百姓 成吉思汗推廣了千戶制度 將全蒙古的百姓 劃分為九十五千戶 任命蒙古的開國功臣 以及原來的各部貴族 擔任那顏 世襲管令 為了維護自己的 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 成吉思汗還建立了 一支由大漢直接控制 人數達一萬人的常備護衛軍 一支強大的護衛軍 成為鞏固蒙古帝國 進行對外戰爭的有力工具 成吉思汗還根據 魏魏兒文字 創造了蒙古文字 用這種魏魏兒蒙古文 發佈命令 登記戶口 編定法律 大大加強了統治 推進了蒙古文化的發展 成吉思汗有任命自己的樣子 室吉忽託忽為大段事官 負責分配文護 後來又讓他掌管審訊盈慾等司法事務 他還制定了蒙古法律 大擇殺 作為蒙古人必須遵守的準則 法律的規定 對於安定社會 加強蒙古政權的統治 起了積極的作用 蒙古帝國建立之後 成吉思汗開始向外擴張 他先後三次入侵西夏 迫使西夏清神立功 而啟除與蒙古一起進攻金國 一二一一年 成吉思汗南下進攻金國 一二一五年 攻佔了中都燕京 一二一九年 成吉思汗踏上了征土 花拉子毛的萬里西征之路 一二一年 成吉思汗佔領了花拉子毛全景 以及中亞的很多地區 一二二零年 成吉思汗連破花拉子毛的要塞北花拉 薩曼爾江等城 花拉子毛國王 逃往里海一帶 成吉思汗命大將折別 和速不抬窮追不捨 一二二二年 血洗花拉子毛中心城市 玉龍結赤之後 派軍深入巴基斯坦 印度追擊徒敵 之後 大軍繼續西進 征服了阿塞拜疆 黃素伊拉克 並於一二二三年 跨過高加索山 隨後長驅直入 一直打到克里米亞半島 福爾加河流域 當勞河流域 他將征服的廣大國土 分為三個兒子 建立了金像漢國 拆合台漢國 和窩闊台漢國 一二二二年 成吉思汗決定東歸 一二二五年 返到蒙古 這場持續七年的西征 終於結束了 成吉思汗的西征 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奇跡 一二二二六年 成吉思汗再次進攻西夏 一二二七年七月 成吉思汗病死軍中 紅月西夏滅亡 成吉思汗死了之後 他的子孫毛繼續他美景的事業 攻滅西夏、金國、南宋 建立起一個空前龐大的大大國 元朝建立之後 成吉思汗被追尊為元太祖 成吉思汗的輝煌戰績 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因此被專稱為一代天嬌